上禮拜中有大拿春的海上漏油的污漏 現在有立委來這期公信 我們會應變報告 但是現在油已經來撲起到 這個鄉村販毒 將來影響流行臺 中油公司大拿春二十二後 在外海的漏油作業 是來漏油五萬公升走行污漏 現在兩立委陳佳華 幾乘記者會志宜 中油答應過 二十三月六千里後 不過到目前為止 這海上的破油不斷 還沒有沖洗乾淨 在困釁也看得到一些潑油 這位是志宜說 相關單位 經濟應變能力是不夠 在地環保臨時也懷疑會影響到心態 海洋委員會 海洋保有數 表示這事情發生之後 每一天都透過 尾親的壓省 還有在生肌空派的衛民 來靠臨這個污染的環境的變化 並且也調派相關單位的海上的盡量 還有人員來倒閉 不過最近也在海上不好 進度數的影響會要跟中油在這禮拜 來完成這個潛力的作表 你的儘快幾天 預估大概要幾天 我們希望中油公司在這個禮拜 可以把它清完 變道開通了以後 相關的一些器材 設備 可以到位 整個收集到的垃圾或者是油污 也可以方便運輸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禮拜之內 可以讓整個暗記的 除油 回收清除到一個段落 中油公司二十八號是動完三百十百人 二十九號會增加到四百人以上 不過海部數表示 中油二十八號在污染較嚴重的地区 加派的人是不夠要求 海部數決定要來開放 記者 張志祥 夏禎廷 台北部